為了搶救不斷消息的珍貴老照片 攝影界文化人士 幾乎成立國家級的攝影博物館 攝影家張兆棠說 雖然台灣已經有很多國立的文字館 攝影博物館的成立感覺還蠻困難的 不過卻是必要的 但另外也有學者直言 台灣沒有成立國家級攝影博物館的必要 台灣高溫高濕 不少古堡級攝影家的底片保存 正與時間賽跑 攝影界不斷疾呼 希望政府成立國家級的攝影博物館 搶救老照片 文化部委託民間學會 進行評估規劃建議 舉辦的座談會廣聽各界意見 但光是攝影博物館成立的必要跟迫切性 與會人士就有不同意見 攝影在台灣的發展始終未成期後 在人手機的時代攝影藝術並未獲得重視 收藏家也不愛 但不能否認照片是歷史的紀錄 攝影家張兆棠認為 雖然國內已經有不計其數的國立文字館 但有太多需要搶救的影像 他希望未來的攝影博物館專心做好一件事就夠了 郭立希認為相對於電影或其他的主流藝術 至今也沒有像樣的博物館 社博館的迫切性他有所保留 他更希望能看到國家看待整體文化的態度 而非讓義文界祈求得到政府施捨的一點點資源 記者陳淑均 陳信農 台北報導